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和泰哥看姜濤的答案 其實是紀錄片 因為我暫時還沒有看詳細 觀眾留言叫我回應一下這段影片 其實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EP01 我拍這段影片並不是想很多人喜歡 喂 你怎麼說 這個應該是紀錄片 介紹他自己吧 拍這段影片不是人喜歡 那你還是想分享給人看你是一個什麼人 你還需要嗎 你看完這段影片你可能不太喜歡 我試試看會不會太慘了 然後這樣 我希望我在 哈哈 不好意思 真的笑了這些人真的很難 其實他也挺自戀的 他是一個不知廉似的小孩子 真的 會不會太離譜? 對 很多人 真的打 你怎麼打 真的打我呢 真的打我真的太忙了 通常這些時候打球會有粉絲 想拍照或怎樣帶來的 有人打完球我都不是 因為我怕我自己很髒 怕跟他拍照 對,也很奇怪 你現在出了什麼 你出來打球會不會都很壞 我都怕這件事 其實 其實我覺得 這件事很重的偶像包袱 不是偶像包袱其實都很大壓力 既然知道有很多人在等你 其實內心都很難受 因為他又不想令粉絲失望 但同時又不想自己弄髒人 其實內心都很矛盾 所以他用一個逃避的方法去處理這件事 但是他不想看得出來 你知不知道我前一排幾個月之前 我又出了一個 看我Fairies的帖 其實那天我拍了一個廣告 從早上化妝到拍攝之前都很正常 但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間我就很低落的情緒 好像突然間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嗯 加上這一年發生很多事 我家或者朋友 所以就 那一刻不知道為什麼很益 他突然間覺得自己有抑鬱症 就真的 但是 前一秒還笑 下一秒我就已經是 黑了 講一講這裏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 會有一些 這麼突如其來的情緒 的反覆 我覺得又不需要太過 說不開心 因為每 必經階段 尤其是 朋友 就是你的最好的朋友 離開了這個世上 難免的 嗯 我會覺得是 人是有感情的動物 如果你真的不開心 不儘管宣洩出去 就是看場合 沒有辦法的 這些一定要釋懷 要時間去 去沖淡所有的相比 人生就是這樣 前面都說是兩個讀音的 不過如果 看上肩字 正正正正正 文獻說 就是肩膀 嗯 因為昨晚 你經理人也有過來做 是 又跟他聊天 他有沒有說 說 其實他真的跟一個普通的年輕人沒有分別 感情是 挺豐富的 就是 都很容易受到一些 很微小的事情 會 會刺激到他的情緒 但是 要記住 就是 我們現在是 開心的 不是 失落 我們要 找開心 但不是 經常想起 一些不開心的事情 但不開心的事情 是需要時間去充實的 所以 必須要 在這段時間 用一些方法 令自己分神 或者分心 或者什麼 都要沉澱 慢慢沉澱 這件事 這件事 我覺得 對姜濤 會是一件 比較 在他成長的路途當中 應該是 會幫到他 慢慢地 由雙悲 走出來 我覺得會這樣 原來有第二段 EP2 看看 這是答案 上一段影片 上一段影片 就是 他準備問 你願不願意認識 一個真正的姜濤 其實 老實說 你不用問到很多人 想認識你 到這一刻 我就是透過一些影片 去認識你 我會覺得 由你的眼神流露 說話的語氣 節奏 跟別人 溝通時的反應 面部表情 肢體語言 其實我都大約知道 你七至八成 人的性格是怎樣 我是會這樣 投過這樣的模式去認識 暫時看下去 也應該不會太大的差距 對於 可能真正的你 是不是真的 我所說的 是你才知道的 我知道 我暈倒了 一定會有一大群人 又會說我們公司不好 說花姐不好 其實 不關事 全香港的市民都 督促著我們這一幫偶像 看著我們成長 總之這半年 我刺測完了 開始 有點奇怪了 我的人就開始 我拍戲 然後 現在應該差不多 怎麼會不奇怪 有一個 突如其來的獎項 其實這個獎項都很大 基本上你一拿到這個獎項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廣告商 會找你 有很多贊助 各樣東西 那個 那個的起伏實在 太大了 一個普通人 是不可能這麼容易 適應到的 正常的 很正常 看不到拍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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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 我想問 昨天那天 今天 不是前天 前天 應該說說你 對 你在這裡很緊張 對 我也想關心一下你 出道越來 可能就越 看到大家的壓力 就更加大 其實這些活動 剛剛出道的時候 我很開心 因為可以看到粉絲 因為我答應過大家 但是希望 看到大家的時候 我是很開心的 看到大家的壓力 就更加大 可能我還未承受得起 大家 越來越多的報道 都不關我的事 其實本身都 但是不知為什麼 就是要報道我 這八個月 不斷在 和心裡 在抗爭 一時又好像好一點 一時又好像不行 第三首歌 是解釋這一切的 一首歌 我知道 也是找到 這一切解決方案的一首歌 所以現在一做下去 就看看如何 就是這樣 好像很久沒有一次過 一泡過十二個這麼多人 所以今天的化妝 是有點混亂的 但是不要緊 都要去的 他們 我認識他們 是在這一行認識的 雖然我當初說 我入這一行的目標 是為了認識朋友 還是怎樣 但是到現在我覺得 自己不是一個 那麼容易認識到朋友 就是什麼 你覺得隊長這個頭髮 好像草泥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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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好像草泥馬嗎 你覺得是這個型機 還是哪個型機 都型 都型 謝謝你 大個兒子 都型 都帥 或者說 現在我要決定 去跟一群新的人 去認識 是真的要 說服自己 我們百分之百信任的 知道嗎 新錄影 嗯 信不信這個時候 令他再生氣 不是 這裡熱到是你下 都沒有感覺 都沒有感覺 其實真的挺可憐 我記得這個 活動好像是 就是剛才看過 好像八月 嘩 穿到這樣 怎麼撐 很厲害 真的 熱到喉 你的蟹是冷的 很冷的 是幫到手 因為剛剛吃完冰 所以我要蟹過來 你也吃完冰 很厲害 我記得叫敬希過來拿到那個冰 他會用那個蟹 你用那個蟹 你用那個聲音說話 等一下 今天可以 跟你對一對 我們要質問Edan 為何你舉中止 你欺凌姜濤 是 大家想問你怎樣回答 是 好,首先… 很對不起,姜濤 我不應該舉中止 其實… 欺凌這個字 我也沒想過在我身上發生 現在還覺得我被人欺凌 所以大家看得起我 這麼高姿態 就很感謝大家 但坦白說 舉中止這件事 的確是不對的 大家千萬不要學 但男生之間有時候 玩得興起就會這樣玩 玩不就這樣 哈哈哈哈 你不要生了 哈哈哈哈 關於這件事 我覺得其實… 我之前看的留言 有些老一輩的留言 其實在打字 那些字眼 其實都知道是 什麼年代的人 我自己本人 是覺得… 是有問題 亦都沒有問題 即是很忠性 因為… 好像他這樣說 看得出來是玩的 即是純粹玩的 如果你是一個好朋友的人 即是好朋友 這些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為甚麼呢 大家是會理解大家 知道大家性格是甚麼 是完全接受到的 即是… 如果你是一個好朋友的人 你對著一個外人 或一個紋身人 當然是不對 但你對著甚麼人 如果你對著家人 其實都不太好 但對著朋友 尤其是男生 我覺得真的沒有問題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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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一個公眾人物 被人看到 這些就不太好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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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給人家說 這個話 有甚麼不同 認識我… 認識你之前 覺得你的… 嘻皮笑臉 多過你的認真 認識你之後 看到你不是 即是只有我一面 很難 即… 即是… 平時的形象就是 這樣的時候 大家對你的表演 就有一個很主觀的印象 所以我唯有在自己的作品裏面 我要先說了,因為我怕我會忘記說 剛才他們說過 他們12個是We are the one 我看到全就是一,一就是全 其實你要達到這個境界 其實是甚麼呢 就是想說他們12個 都是很關懷 亦都很扶持大家 當大家每一個個體都明白了解對方 即是大家 是怎樣對待自己的時候 他們就是可以 變成全就是一 就變成真是一天一 有甚麼事 有甚麼事 立刻知道 立刻做 立刻去幫忙 有甚麼不開心 沒問題 立刻來 立刻去安懷 這就是全就是一 我想他們要做到這個境界 就是這樣 所以一有甚麼分化 一有甚麼妒忌 在裡面發生 就很嚴重 尤其是 我真的很不明白 我可能只喜歡這個偶像 喜歡這個 就是個別的MIRROR成員 就很喜歡踩 香港人就是這樣 你真的很喜歡踩其他人 為甚麼你們不可以 12個都支持 真的很奇怪 他們既然是一隊人 不是分開發展的話 這個時候 你們不應該更加要支持他們 成為香港樂壇 一隊很重要的男團 可以去飛越這個國際嗎 這個我真的想不明白 你們在想甚麼 為甚麼要支持別人 不要說踩 將別人某些成員的特事 去發大來說 是不是你們想見到的東西 我覺得這件事很奇怪 走低之後 第一次接發大 今天是 我以為我會很緊張 我剛才上台之前 我以為我應該會很緊張 但結果又沒有 還可以 一上台拿著麥克風唱 是一種很開心的感覺 無論是掉了還是 還是甚麼 我都不會覺得很慌張 不好意思 剛才說完這件事 想說完就是 她說她有時不知道 怎樣去 可能那八個月的起伏太大 很多事情已經不同了 以前 她就想透過自己的作品 去說明她內心的世界是怎樣 我覺得她已經去到一個藝術層面上 譬如你拍戲 你導演 都是想表達自己內心 對於這個世界的看法 去用一個演員去演出她自己 或者她故事用聲效 用影像 用各樣道具 去表達她自己 內心 深處的東西 其實姜濤也是一樣 我看得出她也是想 做類似導演的角色 參與所有的創作 都是想告訴大家 她自己內心的看法 以及透過這些作品 去釋懷 對 你看看原唱有多感動 我會繼續努力從她的作品和音樂上 努力地了解她 還有我們會永遠都相信你一直都在 究竟她是一個什麼人 我們不應該視而傳探 然後覺得自己了解她 無論你是怎樣,我們都很支持你 無論將來的路走到怎樣 我們都會在台下繼續支持她 看完了,其實最後這一句 亦都是反映她一開始 她那一句,是不是想認識我呢 你可能看完這段影片,你不太喜歡我 其實我覺得不會 這個不會,我想她每個人都這樣想 最大的問題,我都覺得她這一刻最大的問題就是 很容易被這些情緒影響到她 我想她對於她自己來說 是一個比較情緒起伏大的人 很容易不知道怎樣做 始終她還小,是不是 她真的不知道怎樣做,很正常 但是想說就是 你看得出她彩排這些環節的時候 你看得出其實她很開心 她跟那些兄弟也很開心 她打球也很開心 一聽到放飯也很開心 這些就是她可以放鬆心情的時候 上到台也都看到她很自然 雖然是緊張,但也是很迎刃有餘地表演 她唯一一個問題就是 當大家說她,說她身邊的人 她會這麼多不開心 大家可以留意到她說話的時候 背後的意思就是 尤其是她暈倒過一刻 就是怕不用有人說她的公司 花姐那樣東西 她不希望看到 當然每個人都有自己表達意見的自由 你自己是不能控制的 不能控制別人怎樣說 唯有的就是 現在大家都不知道將來是怎樣的 你說答案也好,問題也好 這些都不是重點 你將來是怎樣的 走得多遠都不是問題 問題就是 當你現在面對的東西 當下的東西是最重要的 只要你現在做一些認為你對的東西 已經夠了 其他東西不用想太多 別人說的東西不用你太多 因為 為什麼? 你控制不了 這兩段影片就看完了 多謝觀眾留言 如果有什麼問題或者有什麼意見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留言給歡迎 你隨意告訴我你的看法 今天就到這裡 記得就之前訂閱我的頻道 按個讚給我 還有分享給你身邊的朋友看 我是King 我們下一段影片見 拜拜 , 鉄, 有… , , AAAA 安 I A